甲奶量现在怎么样了?女助理透露,寂寞比有人陪的时间要多 相信到了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心疼甲奶量吧,自从李小璐那件事情之后,甲奶 量似乎不走寻常路,跟过去判若两人了,从搞笑人设变成了情男,李小璐这 见识不管怎样都是落人画饼的,现在如果甲奶量还在装傻的话哪可以就说不 过去了,卖傻都卖不了了,但是在甲奶量换了一个人设置后粉丝反倒多了起 而其中女性粉丝也不在少数,说实话现在的情男形象还挺适合甲奶量的 这样高大上的军装饭比嘻哈饭更加适合她,而且说到底甲奶量自己也不是主 动摇走嘻哈风格的,原因是李小璐喜欢,但是迷恋嘻哈也不至于要和嘻哈哥 手走到过分程度亲密吧,看得出来甲奶量对待妻子的感情十分深厚了,现在 李小璐这档子是出现了以后甲奶量必然是厌恶这种风格的,这不,就与嘻哈 风格渐行渐远了,只有游网友爆料出甲奶量泥水从头淋到脚,嘴里都是泥巴 都是实拍,看来她真的是做出了巨大改变了其实没什么人会看甲奶量的笑 话,反而心疼嘻哈奶量和尊重甲奶量的人越来越多,这些都是得益于甲奶量的 高情商和高素质 当时关于李小璐的出轨事件,甲奶量并没有像别的明星那样开骂,而是理性 冷静对待这件事情,毕竟还有孩子在,父母关系破裂最受影响的就是孩子呢 所以甲奶量才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而不是嘲笑,除了对爱的人十分的包容 以外甲奶量才能够得到 replica�事件 以外甲奶量还对自己的粉丝十分的尊重,给粉丝签名一直很有礼貌,十分的 随后,就像是一个没有脾气的小哥哥,甲奶量换了一个发型,因为特别的钱 净利落也没有什么特点,所以说不帅点真的是hold不住这个造型